Hiho 大家好 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收一提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好事多 好事多是一家会员制的美食卖场 在全世界拥有860多家的分店 超过1亿个付费会员 不过你知道吗 全球最赚钱的好事多前10名当中 有4间分店都在台湾 其中南台中店更是连续称霸冠军多年 而且每6个台湾人 就有1个人是好事多会员 比例是全亚洲最高 台湾的会员续卡率更高达了95% 远超过亚洲平均的90% 但是有些人认为 这些惊人的成绩 不过是好事多在台湾玩法下的假象 很多人抱怨 自己的会员资格还没有到期 收银员却说不续卡就无法结账 甚至还有人被偷偷续约 怀疑这个高续约率案情并不单纯 再加上最近好事多的冷冻美国 验出有A肝病毒 很多的会员都认为 卖场的处理过于消极 只想要打发大家 批评好事多干脆改名叫坏事多算了 好事多当初是怎么崛起的 台湾好事多为何这么受欢迎 有哪些争议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好事多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你在用iPad追剧 画图又或是做笔记的时候 是不是常常找不到舒服的使用角度呢 那你可以试试今天要介绍这款 Make Easy Faucet支架透明背盖保护套 它可以提供多种角度 让你随时随地都能够切换工作跟娱乐模式 它们的透明雾面背板 不只可以完美地还原iPad颜色 更能够避免讨人厌的指纹 同时它们还有独家的抗污技术 让保护壳不会轻易弄脏 除此之外 保护套的侧边能够完整地包覆Apple Pencil 而且支持Apple Pencil 2 的磁吸充电功能 让你即使外出一整天 也不用担心触控笔的电量问题 如果你心动的话 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上的连结 广告更多的商品资讯吧 哦对了 在即将时输入独家的专属折扣码XX77 还能够享有全战九二者的优惠哦 好的 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题吧 说到好事多的崛起 我们又把时间倒回到1976年 当时美国第一家会员制的 仓储批发卖场Price Club 在圣地雅各成立 它原本只提供给小型企业购买 后来为了服务更多的人 才开放给民众个人加入 1983年 Price Club的副总裁 辛尼格离职 和他的伙伴在西雅图创业 他们引用Price Club的经营方式 开了第一家Costco 短短不到六年的时间 销售额就成长到了 惊人的30亿美元 10年之后 Price Club跟Costco 合并成普莱胜 Price Costco公司 1997年 则再次改名成为 我们现在熟知的好事多公司 那虽然说 在当时好事多就已经小有存就 但对于很多国际一线大牌来说 好事多的规模还是太小了 品牌方不愿意在这边扑货 而为了解决商场 没有好东西卖的困境 1995年 好事多决定用 企业总部的所在地 Kirkland命名 打造了自由品牌 Kirkland Signature 简称为KS 意外地推动了 好事多的发展 当时 他们对KS设下了 两个严格的条件 第一 KS的品质 必须要和第一名的品牌一样好 第二 KS的价格 必须要在第一品牌的八折以下 品质好又便宜的商品策略 固然吸引到了很多的会员购买 KS在销售总额上面 占比高达了四分之一 成为了货架上面 实质名贵的第一品牌 而那些原本不太想要铺货的国际大牌 在看到了KS的亮眼成绩之后 也纷纷改变了主意 可是 国际一线品牌的加入 难道不会影响到原本KS的销售吗? 就逻辑上来说 一线品牌的进驻 的确会分散部分的消费者注意力 导致KS的销售变差 但根据好市多 亚太区总裁张四汗的说法 从财务报表上面来看 KS反而是成长的 因为KS跟其他的一线大牌 他们都提供了更丰富 更好的商品供消费者选择 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会员 来到好市多消费 那在消费金额总体变大的情况之下 KS所分到的销售额 同时是提升的 根据2022年的资料 只在好市多独卖的KS成绩亮眼 年业额已经超越了 Nike、迪士尼、星巴克等等的国际大牌 那随着好市多逐步的扩张 1997年 美国总公司和台湾的老牌 传产大同集团合资 在高雄中华路上 开了台湾第一家好市多 但是在一开始 这条路走得并不顺遂 因为很多台湾人 都不能够接受这种 要先付费加入会员 才能够进场的消费机制 再来是好市多的大包装文化 也在初期吓到了不少供应商 还有消费者 很多人都批评了 美国好市多不懂台湾消费者 就连员工也建议 亚太区总裁张思汗 是不是先打着免费入场 打响知名度之后 再改成收费的 但是美国总公司 鼓励张思汗要有耐心 这些亏损都只是过程 好市多的经营理念 跟经营模式 不能够轻易地改动 这样顾客才能够 清楚地了解好市多的定位 而最后 时间也证明 总公司的看法是正确的 熬过了五年的亏损之后 台湾好市多终于开始稳定的获利 也逐渐地受到了台湾人的喜爱 目前好市多在全台湾 已经有14家的分店 其中包含了全球店王南台中店 还有北台中店 台北内湖店 以及新北中和店 都是全球获利前10名的店家 除此之外 全台湾还有高达了400万人 是好市多的会员 换句话说 大约每6个台湾人 就会有一个是好市多会员 而且好市多的平均单次消费金额 高达了3000元台币 是其他卖场的三倍 也是全台的零售业冠军 北台中的好市多加油站 更是全台发油量第一的加油站 单日发油量 相当于8个台中北屯区加油站的营业额 甚至在2022年7月 美国总公司还斥资了313亿元 向大同集团买回股份 把台湾的分店通通变成指引店 但话说回来 好市多为什么会这么受到台湾人的欢迎呢 亚太区总裁张思汗 在很多媒体采访当中都提到 好市多的成功关键 就是提供了便宜又好用 外面又不容易买到的商品给客户 而且他们对便宜 也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定义 在商业当中 店家会把营业收入 扣掉营业成本叫做毛利 毛利在整个营业收入的占比 就叫做毛利率 可以用来衡量产品成本 跟收入之间的关系 而一般零售业的毛利率 大约在20%到50% 但是好市多 商品的平均毛利率 却只有11%左右 比如呢 某个商品的成本100元 别人售价一般都是卖到120元以上 只要能够降个5元 卖115好了 就能够让售价很有吸引力 但是好市多 却选择再赚少一点点 只卖110 让价格差距再拉大 再进一步地加强购买的诱因 而好市多之所以能够坚持 不赚这么多 就是因为他们选择 向会员收取年费 用来支付营业成本 稳住他们的金流 再来好市多的商品总类 是其他大卖厂的十分之一 大约只有3500到4000种 因此他们可以把订购的数量极大化 跟厂商有更大的溢价空间 同时还能够减少了客人选品的困难 此外 他们还坚持热门商品绝对不涨价 甚至还因此投入成本 自己盖热狗工厂 养鸡 来确保一组汽水热狗宝台币50元 烤鸡一直189元的价格 维持便宜有好货的形象 最后好市多坚持 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花 他们会选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开店 节省租金 而卖场只用水泥地跟开放货架 简化装潢的支出 甚至不在大众媒体投放广告 只针对会员寄送优惠资讯 把省下的这些费用回馈在商品的价格上 好市多的成功甚至还带动了 代购业者的发展 在那些还没有好市多进出的县市 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团购店家 在卖好市多的商品 网络上面也有不少的讨论社群 还有地区群组 比如说 脸书上面有一个好市多的合购代购社团 就有将近4万人在里面 那如果你在虾皮上面 打上好市多代购的关键字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商家 商品更是琳琅满目 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精准地 统计出好市多代购产业的规模 但还是可以从这些线索当中 看出好市多的代购产业非常的兴盛 对于消费者来说 只是多个一到两成代购费用 总体的费用还是比会员费划算 有些人呢 则可能是因为距离好市多太远 或是好市多的商品分量太大 喜欢用这种可以拆售的团购模式 但当然 也是有人抱怨 有些代购业者太过猖狂 会大量的扫货 像是好市多曾经有几款 非常受欢迎的独家商品 包含了像是 意美的后奶茶 铁合拼图等等 很多的民众在卖场买不到 回家却看到网拍 把商品的定价两倍卖 有人认为 就是因为好市多的 无条件退货政策 才会导致这么多的代购 能够大手大脚的扫货 遇到热门商品就先抢再说 反正卖不掉还可以退货 而除了代购业者的问题之外 好市多公司本身 也传出过一些争议 有人在脸书社团抱怨说 好市多的收银台的员工 会不管顾客的意愿 偷偷给他们续约 听闻一出 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讨论 横顿都说 自己的会员明明就还没有过期 员工缺用除非续约 否则就不能够结账的话术 强迫续约 有自称是员工的网友透露 这是因为收银员的续费率 如果偏低 主管会来关切 才会导致这样子的事件 层出不穷 除此之外 2023年的4月底到5月中 台湾边境检测出 这个好市多的冷冻莓果商品 还有A肝病毒 后续高雄市政府的卫生局 到好市多公司抽检 也发现有商品呈现阳性 这起事件造成了 消费者的人心惶惶 高雄市卫生局 也因为情节重大 重罚好市多750万 后来好市多证实 有4.2万名会员 买到了问题产品 宣布会提供全顿退费 与等价金额的慰问金 此外 他们也承诺 会补助500元的检测费 让怀疑有A型肝炎症状的人 去检查 确诊后会承担医疗费用 但是有民众投诉媒体说 如果想要拿补偿 就必须要签下和解书 放弃对于好市多的求上权利 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公平 因为A型肝炎的潜伏期 可能长达60天 谁知道未来会不会出状况 而且3月时 美国就已经爆出了 冷冻草莓咽出A肝 台湾好市多 建立检测机制 再加上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51条 商家如果在食安处理上面 有重大的过失 甚至是故意 应该要支付至少三倍的 惩罚性赔偿金 目前好市多 只愿意赔偿等价金额 真的太少了 所以2023年10月底 有消机会提起了团体诉讼 为民众争取权益 而目前诉讼 还正在进行当中 节目的最后 也想来聊聊 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我们本来觉得 好市多这种主打大包装的商品 照理说 应该要在地大物博 交通距离又很远的美国 才会受到欢迎 反观台湾这种地狭人 从买东西又超方便的地方 应该会没有什么市场才对 但我们没有想到 全球的好市多电王 居然就在台中 那在研究资料的棍当中 我们发现台湾人的热情和弹性 可能也间接帮助了好市多的发展 像是我们在查询 代购业者资料的时候 发现有一群人 他们是不收代购费的 只是单纯的去好市多帮买东西 或是纠团分购 甚至还有一篇论文 在讨论这种现象 可能会有人想说 如果刷信用卡 2%到4%的回馈 可能还是不无少补吧 但很多人都分享 自己愿意无偿的代购 分购 主要是享受 大家互相帮忙的乐趣 还有用到优惠的价格 买到喜欢的商品的愉悦感 那么觉得 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 好市多的大包装 不一定是一个障碍 反而是跟很多人 或者是跟网友 邻居 或者亲朋好友 增加人际互动的方式之一 想想其实还蛮温馨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 关于好市多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下嘴巴跟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 好市多的内容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的欢迎 你在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